韩流的韩流太猛了 以前以为只有亚洲才哈喊 现在美国到处都在哈喊 奈飞刚刚还决定要在韩国投资25亿美元 K-POP一年给韩国就能带来上百亿美元的收入 韩国怎么就成了娱乐大国 为什么全世界人都喜欢韩国娱乐呢 关注我 我们一起拆解韩国娱乐业的成功密码 商业侦探家用商业视角破解世界变化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韩流是怎么刮起来的 不要以为韩国人天生就更能歌善舞 更会做娱乐 韩国娱乐业可是韩国几代人的积累 是一整个国家的赌注 首先近代韩国一直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在1910年到1935年 韩国被日本占领了35年 这段时间日本在韩国建铁路 开工厂影响韩国经济的同时 还想实行文化统治 在学校教日语和日本文化 并引入好莱坞电影 这段日子虽然对于很多韩国人来说是相当黑暗的回忆 在50年代韩国有个超级火的女生组合 金氏姐妹 虽然一句英文都不会说 但是靠翻唱英文流行歌 从给美军表演一直是火到了美国本 这也算是打入美国市场的韩国女团逼足了吧 而韩国娱乐业的真正起步 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和政策做基础 韩战之后的20多年 韩国经济慢慢复苏 汽车企业慢慢崛起 还趁着打越战给美国做供给 把自己的制造业和出口业搞了起来 故话说保暖死盈域 经济发展起来 娱乐产业才有了发展的土壤 在70年代有了像赵荣碧这样的国民偶像 想象一下 在当时3000多万人口的韩国 卖到百万张唱片 那是有多火呀 到了1979年 韩国前总统全斗欢靠军事政变上台 当时很多人不满 为了缓和国内的情绪 他开始推行所谓的3S政策 就是Sports Screen and Sex 体育屏幕和性 特别是针对影视圈 有了相应的立法 内容尺度放宽 给予税收优惠等等刺激政策去刺激投资 就此娱乐产业在八九十年代决敌而及 大量影视作品出现 并在国际上拿奖 也是在九十年代 韩国有了第一个偶像男团 徐太志和孩子们 加入大量美国流行音乐元素一炮而喉 大家觉得这个玩法不错呀 很快就演变出了一批 欧美举风加一群俊男靓女 再加热闹舞蹈的欧乡团体 比如说什么HOT SES 都算是老一辈的K-POP 而K-POP界的三大巨头公司 SM YG JYP 也都是在九十年代创建的 而韩流真正刮起来 则是因为韩国对国运的一场豪股 亚洲金融风暴在1997年爆发 韩国经济也受到很大的打击 时任韩国总统的金大忠 紧接着在1998年上台 为了重振韩国经济树立国际形象 他决定压住娱乐业 作为韩国经济新的发动机 为此他创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 为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注资 大力地扶持娱乐产业的发展 同时把目标还放在了海外市场 积极向世界出口 老韩迷们熟悉的韩剧《蓝色生死练》 《冬季练歌》 还有Super Junior的偶像团队 都是这个时代的代表 很快的寒流就席卷亚洲 慢慢刮了起来 为了在海外推广韩国娱乐业 韩国的外交部甚至给外交官们下了推广任务 韩国旅游局开始把韩剧的取景地 变成了旅游景点 韩国政府还在各地开启了K-pop学院 吸引和培养国外的艺人来韩国发展 让韩国娱乐圈变得更加的国际化 以此同时围绕娱乐造星 一整个产业链也都吃到了红利 什么衣美 整容 美妆 时尚等等产业都跟着火变 国际市场 据统计韩国文化产品出口每增加100美元 就会带动其他韩国产品出口增加410美元 4倍的回报率 Go big or go ho 已经在亚洲挂了如火如荼的海流 一直想做的再大一点 再跑的远一点 它拥有像全世界输出的好莱坞和领跑 世界流行音乐的美国 并不是那么容易买单的 有那五项团体到美国开演唱会 连一半的票都没卖出去 Girls' Generation上了一下 Tonight Show很快就在美国销声匿迹 那个时候韩国人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 还是这样的 不过2012年 在YouTube上面出现了一个爆款 成为了YouTube历史上 第一个点击突破10亿的视频 这个爆款就是Gondam Style的MV 当时从Justin Bieber这样的大明星 到总统奥巴马 没有人不在谈论 不在模仿Gondam Style的 韩流登陆美国的转折点就此出现了 美国人开始改变对于韩国娱乐印象的同时 美韩关系又上了一个台阶 也是在2012年 美韩签订了韩美自由贸易协定 双边关税大幅降低 对知识产权有了明确的保护 对于娱乐和相关产品的进出口 进一步的放宽 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就看谁是天选之子 2013年火灭全球的防弹少年团亮相了 就像抛出了一个包裹了各种音乐风格 且性格迥异的帅哥爱豆大礼包 对于上洗脑音乐 这个韩国偶像模式 很快就抓住了美国甚至全球粉丝的心 之后女传BLACKPINK 2016年 一出道就大红大紫啊 寄生虫2020年成为奥斯卡大赢家 由于游戏则在2021年 成为奈飞的年度爆款 在2022年就是去年 总统拜登还把防弹少年团 请到白宫做客 同时韩国娱乐的全球崛起 也给韩国经济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在2022年韩国娱乐对外出口就达到 170亿美元 光是呢 防弹少年团一个男团 对于韩国经济GDP的贡献呢 就达到了0.3% 韩国压述娱乐业 轻易国之力推动寒流在全球刮起来 那到底K-POP和K-Drama 哪里吸引欧美受众呢 我们还是去问问他们自己 我听到几个K-POP艺术 我听到几个K-POP艺术 那是所有 因为我比较来不听到 全球的美国音乐 我认为最大的差异 现在跟K-POP和其他人的音乐 是更多的 的音乐 的音乐 是否认为DTS YES! How do you know them? Oh,because they have a song on Nicki Minaj They try to be inclusive for all of their fans Educate fans that no matter what your dreams are And it's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And it's never too late to put in the effort to move forward And do whatever you feel moved to do with your groups Have I seen? It was a good show Hi Jake! How are you? Thank you so much for doing this Why do you think a career in entertainment Is so standing out compared with other international entertainment Yeah I'm actually proud to say that I was among the very first team That was distributing Korean dramas into the U.S. One is that they were giving something to audiences That the American serial dramas, soap operas if you will Were not giving audiences There was no build up And because of that audiences become emotionally invested And that's one reason for this success The other is, you know, quite simply is In the 18 to 34 demographic We now have audiences that were reared on the internet And therefore they were experimenting with content At low to no cost that came from other countries You know, a lot of things Technology is part We can get very good quality dubbing Now moving into AI supported dubbing systems That audiences can focus on the beautiful visuals Rather than looking down at the lower one third of the screen 能源源不断的出展好的內容和明星的背後 有一個秘訣就是卷 韓國娛樂業已經高度的工業化 在人才培養上上到80歲的老奶奶 嚇到8個月的幼兒 不同年齡段都有針對性的訓練班 不同公司都有一層層的一人篩選培養機制 採取廣廈網重點培養的模式 一個不行還有下一個總有一個是市場買單的 同時藝人的壽命完全看市場 一旦商業價值下降 立刻就會有新人脫穎而出 除了台前的藝人 其他各個相關的細分領域也都是競爭激烈 也因此韓國娛樂業從業人員普遍非常敬業 勤奮這個在韓國都不是優點 而是基本需要的quality 也因為這個原因 韓國藝人也好製作團隊也好收入並不高 所以我認識在韓國做過內容的跨國媒體 對於韓國的評價就是性價比超高 包括馬上要去韓國拍片 我的朋友飛 韓國娛樂業呢把內容的精準投放和群體定制做到了極致啊 韓軍呢有一大特色的 就是邊拍邊播會根據呢觀眾的反饋進行劇情上的調整 甚至呢上一季下線的主角呢都會因為呼聲太高而死而復生 KPOP團體也是一樣啊幾乎是根據飯圈需求量身定制出來的模板 同時呢韓國娛樂啊非常善於使用社交媒體製造粉絲年度 並把強大的飯圈文化也帶到了海外 幫助自己的明星在國外可以更好的成長 當今的韓國呢也不再滿足啊只是做做出口 還想通過呢娛樂產業吸引更多的外來投資 擁有防彈少年團的娛樂公司Big Hit2020年上市的時候就吸引來了BlackRock和新加坡主權基金這樣的國外金主 麦菲呢剛剛宣布在韓國要投資25億美元 一方面呢就是想拓展呢韓國巨大的市場 另外呢就是啊看好啊在國際上很有需求 同時性價比有高的韓國娛樂產品 同時也是因為呢韓國政府有好的包括稅收方面的政策來扶持 那除了呢扶持本國娛樂業啊韓國政府呢 也有政策和基金呢去吸引了更多的國外項目到韓國來製作 菲呢馬上有一個紀錄片呢要在韓國拍攝我們來聽一聽她的經歷 Yeah, it's been surprisingly very easy the two film funds that we researched are the Korean Film Commission and the Seoul Film Commission and for each of these film funds they provide local location scouting support in addition to production support for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s I believe they cover up to 30% of your production costs incurred in Seoul This type of support from government to attract foreign projects Is that common practice? Well, I do think that they are unique For example, tax incentives in the States It must be set up as an 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 So you have to work with a U.S. production company Whereas in Korea's case, that's not necessarily the case We're applying as a U.S.-based LLC And the fact that we're still eligible for this funding Netflix just announced a big investment in Korean entertainment Do you think that will change Korean entertainment? And how do you think that will change American entertainment? I'm already seeing it Because, you know, when one studio drops a billion dollars And another studio says we better drop 1.2 Which will pave the way for the export of Korean product into broader distribution Do you think platforms like Netflix contribute to the success of Korean dramas? The price is shot up quite a bit It's a hyper competitive market You know, driven a lot by Netflix and Hulu They are picking up these series with all global rights Just a one check deal Roma不是一天建起來的 韓流也不是一天刮起來的 韓國娛樂優然已經成為挑戰美國娛樂一家獨大的後起之秀 你喜歡韓國娛樂嗎?你看好它的蔚藍嗎?留言告訴我 而喜歡這個視頻的朋友請幫我點贊關注轉發和收藏哦 商業偵探家用商業視角做點世界電話